敬爱的师父 佛安 弟子知道入世及出世的资粮同等重要 弟子寻秦宋真佛经三万遍 应该如何回向财对 师父说 我的法财都在天上 是否全回向净土 天上有了 地上也有了 我告诉你 只要你念真佛经三万遍 这个也是很吓人 吓死我了 你都不知道怎么回向 正佛经里面就有回向 正佛经里面就有回向 你们知道正佛经里面有回向吗 知不知道 知道了几手 后面那一段都是回向啊 高昂经后面那一段都是回向啊 谁有正佛经的拿起来 给我看一下 正佛经里面有回向啊 感谢观看 圣尊告大众世间高官贵人 沙门击事 修道俗人等 若闻此经受词读诵 如是之人 入谓罪尊 就是你可以当高官 入谓罪尊 受命延长 这就是回向 你会长寿 求子得子 你求儿子就有儿子 求女得女 求女儿就有女儿 佛福罪事无量 是争议的大富宝经 争议就是回向 增加你的利益 若有先王 燕亲债主未能得度 只谢幽民 若能持诵本经 应诵本经 王则升天 这个就是超度 超度的回向 燕亲退善 就是回向 你的燕亲债主都会退善 现存佛福 就有福分 若有男子女人 或被邪魔所轻 鬼神为害 恶梦纷乱 受此本经 适应本经 邪鬼退善 既得安乐 退除鬼神病 这个就是回向 若有极恶缠身 前世因果业报 鬼神病等 受此本经 因此本经 既得灾恶消除 病言历解 这个就是回向 疲病都会消除 若有恶印 观诵 观尸会解除 灾疫会解除 化为吉祥 这个就是回向 他这里面都是回向 能一切吉祥如意 严满 消除诸毒害 能灭生死苦 这个就是回向 所以真佛经里面 就已经有回向 你不用回向 也可以 因为能灭生死苦 消除诸毒害 就已经很厉害了 跟高王经一样的 另外 有病的会消除 有业障的会消除 怨亲债主 都会没有 那这个都是最好的 这里面有入室的资粮 也有出室的资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